曾经距离泰国首相之位 只有一步之遥的泰国前进党党魁皮塔 今天透过脸书宣布辞去党魁的职务 并强调该党如今需要寻找接班人 扮演好国会在野领袖的角色 皮塔在铁文当中强调 在野领袖在国会里制衡政府的责任至关重要 因此他希望辞职以后 前进党能够立即选出一名可背负这项重任的党魁 即便前进党无援执政 成了国会在野阵营最大的政党 但是亮眼的选举战绩 依旧会对泰国政局带来一定的影响 在这之前 皮塔因为涉及选举之前持股案件 而被冻结国会议员的资格 但他竭力否认这项罪名 并且承诺会继续竭尽全力 和前进党的同仁以及泰国同胞们 一起推动所希望的变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